你们知道吗?冬天的抽绳很便宜 这次临时起义决定快闪抽绳十天三夜 搭上了热桃的特价机票 早去找回来回才6000多块 为了把握时间,第二天我们租车去 开启了我们在日本的自驾出体验 抽绳高速公路上最高时数在80 令我觉得最安心的事情就是日本人的安全距离 他们在跟车之点真的超级安全,超级有耐心 那你们知道吗? 冲绳整个岛的大小,大概是台北到苗栗的范围 我们光是租完车,到达我们第一站的目的地 美丽海洋水族馆,就花了将近快两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,买了水族馆的门票 比现场还有旅游平台还要便宜 我们还无法自拔的爱上休息站卖的炸鸡块 离开休息站,我们继续踏上旅程 日本的安全距离,让我们觉得在日本冲绳自驾 其实一点都不难